哈喽大家好我是其他方上阿伟 咱们今天在我们的新产厅给大家录制一台房车 这台 V80的短轴中顶 刚刚下线的一台短轴中顶 2米4的高度 喜欢短轴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 这台车比较经典 经典的布局啊 经典的内饰 而且车外还有四路的监控 前车的尺寸是5米的长度 2米4的高度 2米的宽度 蓝牌C罩啊 是可以来驾驶的 国六的车型 加住尿素 而且是200T的上气派发动机 6AMT的变速箱 开起来呢 感觉还是提速非常的快的 包括这边后尾部啊 有爬梯 包括还有一个备胎 咱们的备胎挂在后方啊 还是因为上面安装的是一个抵制空调 空调压缩机啊 需要占用备胎的位置 所以说把备胎挂在了后方 这样看起来非常的好看 各个爬梯上了车顶 可以来维护咱们的太阳能 车顶配的有400瓦的太阳能 不过以后咱们在订车的时候啊 这个空调啊 就会来选 可以选择那个顶值的空调 这样的话 咱们这个备胎是不需要移动的 假如说你订车 想要大的水箱的话啊 可以选择顶值空调 车下面啊 节省空调出来的空间 咱们还可以定制一个大的水箱 呃 外观看完之后 咱们还进入车底的看一下车的布局啊 其实我是挺喜欢短轴中顶的啊 V80短轴中顶 因为这个台车啊 它既能通勤啊 也能商务 而且啊 两个人啊 出行的时候啊 也是非常的方便 开门之后有电动踏步 这台车 这个座椅的下方啊 是抽拉的燃气灶 在这个座椅下方也是比较节省空间 咱们有时候出去玩的时候 可以在车外啊 简单的啊 做一些自己喜欢吃的食物 这个车啊 我看到是一个五座的设计 主驾和副驾三个座椅 然后中间一个商务的小桌 简单这后面后排是两个作业风格呢 就短轴的风格就这样的 包括V90的短轴高顶 还有V80的短轴中顶啊 这种风格都是看起来啊 比较的商务型的啊 它后面这个是可以拼成一张床的 然后床的尺寸也非常大啊 能拼成一个一米九的一个长度 然后80公分的一个宽度 一张床 然后这个后面是一张双人床 这个车啊 这三个人是没问题的 嗯 一家三口人出行啊 现在这个短轴中顶还是很好的 这是V80的仪表盘啊 V80的仪表盘 这个 多功能的方向盘有定速行航啊 这边有导航大屏 包括下面是挂掌的 还有空调呀 坐车空调 还有行车空调是都有的 副驾驶这个座椅 它是可以折叠的啊 然后让这个下面这个可以当靠背 然后这个啊 可以放在下面啊 这样的话得会形成一个对卡 往上试教授 就能平成一张床 这边是全车的一个控制的面板 还有逆变器的开关 以及空能机 这个锂电池非常大 现在这个锂电池 它是一个600M的锂电池 像三千瓦捏电器啊 600M的锂电池 100升的清水箱 足够咱们一家三口人啊出行了 和这边还有一个85升的12伏的冰箱 上面还有电磁炉 这个是微波炉啊 微波炉可以到时候咱们做饭 这人自己喜欢吃的食物 那这个它就是一个四路监控的显示屏了啊 四路监控的显示屏 非常的方便 咱们有时候坐车情况下在车内啊 可以看到车外的一些举动啊 然后它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储物格 包括西顶的电视 在这可以连接手机WIFI 也可以擦油盘来使用 咱们车内可以娱乐一下 看一些啊 自己喜欢看的节目 然后卷帘设计的卫生间里面有一个橱柜 它是带花洒 可以带些有个洗手盆的啊 它可以多多用处吗 嗯 然后卷帘设计的卫生间平常上厕所 在这里上厕所 这个东西在行车过程是没有异响声音的 我用力的话 大家是听不到声音的 然后主要就是床的上方有空调 咱们夏天是可以来使用空调 空调的效果还是挺好的 这两天天气比较炎热 有时候啊 在车内啊 我们把这个空调打开试了一下 还是感觉有种家的感觉 两个吊柜啊 可以装一些自己的物品 包括床下的储空间还是挺大的 这个床下 我们把它垫打开 大家看一下 床下储空间很大 门的上方啊 有两个防纹隐私的 那个纱窗啊 可以防纹也可以隐私 阅读灯啊 包括12V的充电口 在床上面都有的 可以手机充电啊 晚上起床的时候 可以把阅读灯打开 不需要在那边前方啊 通电源 空间还是不错的 V80嘛 短烛 终顶 它外高是2米4 那么内高啊 它是刚一米七 所以说身材高大点 朋友们啊 不建议大家选择 你要身材啊 像在一米七左右的啊 可以选择一个V80的短烛终顶 这台车目前也是特价啊 价格非常便宜啊 非常的实惠啊 喜欢的朋友们 可不可以到我们厂家来看一下 咱们来试诚试驾一下 喜欢就可以把它给开走 价格合适 也就可以把它给开走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拍摄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关注我 每天给你带来不同的房车改装 感谢大家观看